嗯,看着手里的书,魏无羡皱了皱眉,一名门师祖忽得重病,奄奄一息,厚得一名医指点,家中门生于伦山取得攀草,鬼气谷取得殷石花,苏格镇取得绿泉水,再配合一系列药材,半月病雨,篇幅提高,且活力如同青年,寿命更长,魏无羡一字一句地看下去,再看看手里的书,近世的书,吗? 鉴于能放到近世的书都是有理有据的,但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,所以魏无羡在地上铺了一层被褥,轻柔地将怀里的人抱到上面,然后立马去找医书和地图,查找所有这里面提到的药材,还有地点,嗯,魏英,不早了,蓝忘机迷迷糊糊地醒过来,没有魏无羡的怀抱,也没有感觉到旁边有人,蓝忘机揉了揉眼睛, 迷糊着拉开身上的被褥,看到魏无羡在一个角落的书架前,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有些残破的纸,嘟着嘴眨了眨眼,直接光着脚走上前,就趴在了魏无羡背上,魏英,魏无羡从手上的东西里拉回思绪,将那张纸放到旁边,转身抱住人,温柔地吻了吻人的脸颊, 这儿醒了,睡得舒服吗,蓝忘机摇了摇头,往魏无羡怀里埋了埋,没有你,傻瓜,魏无羡将人抵在身后的墙壁上,就含住了人的唇,我的宝贝啊,怎么就这么让我心疼呢,蓝忘机熟练地还住魏无羡的脖子,贴在魏无羡怀里回应着,然后重新着埋入魏无羡颈窝,魏英, 我在,魏无羡将人抱起来,好了,该用膳了,我可不舍得饿到我的宝贝,魏英,离开藏书阁前,蓝忘机看到地面上有一堆书,那些书,是做什么的,没什么,找些东西,蓝忘机眨着眼看了看魏无羡,然后上前蹭了蹭魏无羡的脸庞,抱紧了魏无羡脖子,安心地窝在魏无羡怀里,后面几天, 魏无羡干脆地搬了有一个人高的书,放到净室,靠在床头抱着怀里劳累过度,有点腰酸的,睡得很失熟的人,一只手拿着书,一只手揉着人的腰,看着人红扑扑的脸颊,和人在被褥里面的脖子上若隐若现的点点草莓,笑着无比温柔,宝贝就是要好好宠的,还是要将人宠上天,最好是宠坏的那种,这个呢,也有吗? 蓝溪尘笑了笑,哟,你写的这些,除了攀草和殷石花,其他的水阁里都有,魏无羡呼出一口气,那就好那就好,那现在就还差两样了。 轮山,蓝溪尘指着地图,离蓝是很近,但是四季长青,据说攀草的取得与否,完全取决于这个人的运气还有时机,还有鬼气骨,字面意思就是,这里哪怕是鬼进去也得哭,很少有人能毫发无损地出来。 但是,蓝溪尘看向魏无羡,总有例外。 魏无羡一笑,确实,我能让自己的身体虚幻化,不会被任何东西碰到。 这样来看,好像并不是很难取得,魏无羡收起东西站起身,那兄长,我先走了呀,这儿该醒了。 好,看着魏无羡关上门,蓝溪尘叹了一口气,继续处理属于仙都的事物,心里第无数次迫切想找个人坐上来,第无数次想撂挑子不干了,爱。 魏无羡回去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宝贝微嘟着嘴,扶着腰坐在床边,有些委屈地看着自己。 魏无羡忍不住一笑,宝贝好可爱,然后上前温柔地将人抱到怀里,伸手揉着人的腰,这儿,饿不饿啊,我们待会出去吃好不好。 呜,累,不想出去,蓝忘机低头埋进魏无羡怀里,感觉着魏无羡揉着自己酸软的腰,但是腿上也软绵绵地没有力气,困,累。 魏无羡抚着人的发,无声地叹了一口气,得尽快找到剩下的两样东西。 虽然蓝熙辰已经派人去找了,但是魏无羡还是不放心,而且,魏无羡抚身吻了吻人的唇,有什么办法呢? 谁能忍住自己这样好,这样软的宝贝,在怀里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 好,关键是,这个大宝贝总是喜欢在自己怀里蹭来蹭去的,轻轻恳恳地,就控制不住了。 魏英,可是,这儿,魏无羡笑着揉了揉人的发,没事的,我保证,天黑前肯定回来,好不好。 蓝忘机抿了抿唇,抬手还住魏无羡的脖子,认真的看着魏无羡的双眼,不许受伤,带伞。 好,魏无羡宠宠溺地吻了吻人的唇,那,战儿要记得好好地吃饭休息哦,也要按时喝药。 嗯,看着魏无羡飞速地遇见离开,蓝忘机垂下眼,将手附上自己的腿,天气转凉了,今天的天气不好,看着快下雨了。 所以从昨晚开始,腿上就一直没有什么力气,有一些闷疼,不然魏无羡也是会带着蓝忘机一起去的。 但是魏无羡不舍得让他的宝贝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在外面乱跑。 而魏无羡先去了轮山,毕竟离得近,魏无羡的速度很快,虽然不管能不能找到攀草,都是一定会在天黑前回去,但是魏无羡还是希望尽快找到,真的舍不得让自己的宝贝一个人,想陪着他。 第一天,魏无羡离开前去找了最近的蓝室门生,他们也毫无所获,魏无羡皱着眉,看着远处绿意盎然的轮山,再看看天色,不早了,得回去了,这儿该担心了。 路上买了一些小吃,魏无羡遇见到最快速度,管他什么家规,直接遇见到近视,下去就迅速地将等在外面的人揽进怀里,直接就亲了一口人的脸颊,这儿,抱到人,魏无羡才觉得心里满了,全身心都是满足。 嗯,蓝忘机低下头,就往魏无羡怀里埋,紧紧抱着魏无羡的背脊,很是想念这样的怀抱。 自从魏无羡回来,在这大半年里,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过,半天都没有,最多一个时辰,这次却是整整一天,很想。 感觉到人身上有些凉,魏无羡快速抱着人进屋,将人裹进被褥,一刮人的鼻尖,傻瓜,身上这么凉,在外面站了多长时间了呀? 想你,蓝忘机嘟着嘴,蹭了蹭魏无羡的肩膀,然后缓住魏无羡的脖子,你又不带我。 爱,傻瓜,魏无羡无奈又宠溺地吻了吻人的脸颊,我的傻宝贝,真像一只猫,又可爱又黏人,然后无比宠溺地在人的唇上巴基亲了一口,怎么就这么让我喜欢呢?我真是爱死我的宝贝了。 蓝忘机顿时就小脸通红,往魏无羡怀里一拱一埋,不出来了,坏,呵呵,魏无羡双手往身后一藏,然后捧着一大堆香气肆意地好吃的捧在人面前,当当,宝贝想不想吃啊,才买的哟,还冒着热气呢哦。 好香,蓝忘机眨了眨眼,撒娇着看着魏无羡,想,然后从被褥里伸出白白嫩嫩的手就去拿。 诶,魏无羡避开手,上前一吻人的唇,这儿亲我一口,我就喂这儿一口,好不好? 呜,蓝忘机嘟嘴,眨着好看的琉璃眸,晃着魏无羡衣袖,魏英,魏无羡微笑着,忍着想吃了宝贝的冲动,就是不动, 等宝贝一个主动的亲亲,蓝忘机抿了抿唇,小脸通红地亲了一下魏无羡的脸,然后就期待地看着魏无羡,魏无羡宠宠溺地喂人一个糖葫芦,看着人脸颊鼓鼓的,奶彪一颤一颤的,上前就啃了一口人的宝宝肉,我的这儿好可爱。 吃到一个糖葫芦,看魏无羡又笑着不动了,蓝忘机气鼓鼓地鼓着奶彪,但是为了那些诱人的好吃的, 又亲了一口魏无羡的唇,污,坏,到后来,蓝忘机也放弃了,红着小脸地亲了魏无羡满脸,然后吃饱了也困了,干脆地团进魏无羡怀里,扒着魏无羡的肩膀,闭上眼就睡觉。 这儿,魏无羡描着人的小脸,还要喝药,待会再睡好不好呀。 嗯,困,魏无羡不在,蓝忘机睡了这么长时间的午觉,今天没睡,早就困了,于是往魏无羡怀里埋,睡了。 哎,魏无羡将人团起来放到床上,迅速取了药,为人快睡着的人喝了,然后抱起来,八光溜,沐浴了。